超实用新手小技巧 一 如何让黑帮不打你 咱们先找到万能的坐垫 然后坐上去看我操作 在道具里往下翻 点击左右叼换 这样就OK啦 虽然姿势看上去有点怪一哈 但是问题不大 现在你就是他们的大哥啦 这个教程想必老玩家都知道了 看看有没有落网之余哦 不会的新手贝贝们赶快学起来 这个还可以拍成黑帮夫人什么的 小可爱们 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制服黑帮的办法吗 记得在评论区里告诉诺米茨哦 二 如何让屏幕看起来很干净 下面看我操作 点击设置系统设定 点开之后呢往下翻 找到UI透明化 打开之后就可以啦 这样用来拍视频很干净 三 如何复制人 首先让男或者女换上忍者服 找到你要复制的人 动物也可以 我们这边用的是美芝芝 毕竟她是我们音校的隐藏女主 先跟她牵手 然后点分身 分身之后再点击对话框 然后再和分身出来的肢解牵手 这样以此类推就行了 四 教大家如何复活NPC 咱们先给她来个抱头 然后把她抬起来 送她去医院 靠近医生点交谈 然后点击治疗晕倒者 只需要3000元哦 五 教大家如何在车上摆出帅帅的动作 首先先选择一个做的动作 有一个这样的 还有这种酷酷的 稍微调整一下就非常nice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